华页钱庄赵老板店 同家茶园同老板同夫人同小姐店 太夫人 节哀顺便 秀杰啊 事已至此 你多保重啊 不然 茶园的茶园们得到消息以后都来了 别让他们见了 好 妈 茶园们都是好意来祭奠父亲的 你父亲是无茶珍有头有脸的人 怎么能让这种人登门入室拜见 这也是规矩 你就请他们在门口祭拜吧 各位 按照谭家规矩 烦恼各位再次祭奠老爷亡灵 魏大叔 当初是老东家收留了我们 让我们在乌茶珍安了家 活下去 现在他老人家走了 这些是我亲手做的 劳烦您给放在老人家的灵鹫钱吧 这可不行吧 童少爷来了 怎么了 这 我想进去祭奠老东家 让我进去 童少爷 这可不行啊 夫人说了 他们不能进去 这是规矩 给我吧 走吧 谭家茶园 茶农 殿 老东家 你一路走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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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路走好吗 你一路走好 凌凯 阿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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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准备好了嗎 准备好了 對了 還有紅酒 小姐 你放心吧 都准备好了 好 那你下去吧 阿娟 爸 愛情的力量真偉大 爸真是堅持到了 那秋朗活過來 你也活過來了 爸 謝謝你讓秋朗哥 又回到我身邊 可是爸不確定 真是讓他回來 好還是不好啊 爸 您不是一直都非常信任 和氣重秋朗哥嗎 為什麼這麼說 爸是 擔心將來啊 什麼意思 有很多事情你不明白 總之 爸是希望呢 你能找一個門當戶對 能夠真正給你幸福的男人 能跟自己心愛的人在一起 那不就是一種幸福嗎 哪知道 秋朗是一個重情重義的男人 可是 他現在對你這份感情 並不一定是真的 這不重要 只要他心裏沒有別的女人 我可以等 葉子 柳妍 爸 阿康 秋朗哥呢 是 他不是說好今天回來的嗎 他人呢 出什麼事來 譚景然死了 秋朗哥 八成回不來了 誰是譚景然啊 跟秋朗哥有什麼關係啊 六爺 秋朗不會 任祖歸宗不回來的吧 什麼任祖歸宗啊 你們到底在說什麼呀 沒事啊 跟你沒關係 明凱 都歸了一天了 去吃點東西吧 從小到大 我從來沒有試過跟我父親 待在一起這麼長時間 明凱 不然 其實我和你一樣 沒能夠送我的父親最後一場 到現在為止 我都不知道他真正的死因 到底是什麼 這件事情 就像一根針一樣 炸在我的心裡 我想此時此刻 你的心情 跟我應該是一樣的 不然 吃點東西吧 我應該不是 尷尬 你對我 你回來了 你都不會 你只是想好 她說 你還是想要 你好好劝劝 我知道了 儿子 我听你愿意说 你把你爸爸的后事 处理得很好 我觉得很羡慕 我想知道 我爸他是怎么死的 那天晚上你们去了哪儿 为什么他突然间会过世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是在怀疑我 还是质问我 我是想知道真相 你爸酒病卧床 这是迟早的结果 那我爸林中前告诉我 我还有一个兄弟叫谭明阳 但是还没等他说完 您就冲了进来 那是你爸病糊涂 你从来就没有一个兄弟 当时您的反应 就像现在一样紧张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爸已经走了 也带走了过去的一切 你根本就不需要知道的一切 妈 您可以什么都不告诉我 但是我一定会弄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而且我也会按照我爸的嘱托 找到我的兄弟 您看 我告诉你 我什么都告诉你 二十五年前 就在我被你爸爸结婚的第三年 我们原本恩爱的夫妻生活 被一个叫朱秋月的采茶女给毁 朱秋月 你没关系 我一个人 你自己去乒乓 不泻 你不死 可乔乓 我去乓乓 你不乎你 你不乓乓 我去乓乓 我去乓乓 你去乓乓 你乓乓乓 不可能 那个孩子一定存在 儿子 你可不可以别再犯灯过去的事情 别再伤我的心 你知道吗 你爸在林中心 嘴巴里喊的还是他的名字 妈 对不起 我嫁给他 把我最好的清楚 我的一颗心 我的命都给了他 他却为了那个下级的女生 冷漠了我半生 孩子 妈又不是生 我真的熬不下去 你是我的命 妈我知道这一切对你很不公平 但我只想弄清楚 那个孩子到底在哪里 我一定要把他接回谭家 这是我爸的遗愿 他根本不是你爸的孩子 他的死活跟我谭家无关 这么说 那个孩子真的存在 对他是我妈妈妈妈妈妈妈ả除了 妈 我知道你既恨朱秋月 但是既恨改变不了血缘关系 我一定会找到她 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妈呢 因为这是我爸临终前的嘱托 这也有可能 是我这一生 唯一能替她完成的一件事了 我真是很羡慕你 可以自由地来去 决定留下来不再继续学业了 我不能离开 现在我是我妈唯一的支撑 是你说的 亲人只能做一辈子 我不想等到子虞孝儿亲不在的时候 这人粗补衣服 你穿上瘾了 我准备用另一种方式 去管理茶园的事业 好 保重 谢谢 魏管家 我在滩家喂了十多年的马 为什么让我走啊 别问了 这都是夫人的决定 我们也没办法 拿点钱 另谋生路吧 那些老婆都走了吗 都走了 每个人都多缝了一年的薪水 你怎么知道 竟然决定 旺监 你怎么看 你还不想到 你怎么想到 走 你干活 我不想到 你干活 你干活 我干活 你干活 我干活 你干活 我求求你了 你别这样 今儿这宫你是去爷的去 不去爷的去 由不得你了 娘 我多赚点钱 我多做几份工作 我钱都给你 你别让我去童少爷那儿 你给我省省吧 姑娘 就你赚那撒瓜俩脏子 够干什么用啊 你看看人家童少爷 开衣袖状 你就去当个绣娘 一个月给你五块打烊哪 这家里不就宽裕了吗 我那点赌债也就能还上了 赌债还完了 你 你真想看着别人夺我手 走 娘 你别让我走 我保证多赚钱 等我爹回来 我 我趁着你爹不在 我才拉你去的 我告诉你 如意啊 你是喝着我的奶长大 我自己儿子死了 你身上有我一条人命呢 少废话 跟我走 娘 走 甭废话 走 爷爷 娘 你要不跟我去也可以 真金白银 你给我拿出钱来 钱要拿不出来的话 我就去找你爹 看看你爹那把老骨头 能炸出脊梁油来 你别让我爹 我爹他身体不好 我实话告诉你 如意 老冬家死了 这少冬家是个新派的人物 茶园还不抵怎么样呢 就像你爹这种 又老又不忠用的人 没准是卷铺给走人 谁告诉你 新冬家会让他们走人的 全阵子的人都知道啊 那新回来的少爷 喝一肚子的羊毛水 那茶园他根本就不 我 我跟你解释得着吗 你是哪儿的呀 走走走 咱们走 你是他什么人啊 光天化日的 竟然对一个姑娘如此蛮横 哼 滚他娘 怎么了 你又是从哪个地方里 冒出来的乌龟王八蛋呢 我是路见不平 帮这姑娘说句话而已 这位先生实在是对不起 家母性格就是如此 先生 你瞧瞧这一身穷酸性 哪点像个先生 作为母亲 你更不应该这样对待自己的女儿 你吃饱了撑的是不是 管起别人家闲事没完没了了 我养他二十多年 就算他现在卖身养我 那都是应该的 你管得着吗 原来是为了钱啊 我今天就带了这么多 够不够 天主 真是人不可貌相 真是人不可貌相 真金白银哪 这一专 这是我们自家的事情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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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 怎么在这站着呀 没事 没事 郁州一熟人 挺好的 那个钱你不能拿 又赌去了 好 来啦 快跑 这是练出来了 回来 忧愁无脑的东西 跟老娘斗 我不会 童少爷 对不起 我不是不议你啊 我我我 我 别别别别 别别别 别别别 别 我是按照您的吩咐在做的 本来今天就领着如意 到您这儿来上宫了 我也没想到他半路就杀出来 那么一个打抱不平的穷小子 别跟我讲那么多过程 我只要结果 梅姨 我留了你一双手 从我这儿拿着钱就得办事啊 办 肯定办 但是 童少爷 如意这丫头的脾气你也知道 这要是逼紧喽 他可就什么事都办不成了 我比你了解如意 他要是好办我找你干吗呀 那 那 那您就给我个实在话 你到底要把如意怎么着 你不知道啊 不知道 也喜欢他 也想让他喜欢我 好 就这么简单 明白吗 那是什么意思呀 我就是想让他 心甘情愿地 做我的女人 你早说呀 您不就是让他 做您的小吗 唱了点小事 好说 好说 姨 姨 我知道你在赌场 丢爱耍两个钱 别说那么难听哪 姨就是玩玩 玩玩 玩 以后在赌场玩 输了算我的 赢了算你的 童大少爷 我就知道您是个大好人 您是活菩萨在世 您是大恩大能 你记住 但凡有其他男人大如意地住 第一时间告诉我 行 行 拿钱走人 什么叫什么呀 赶紧拿钱去 好 没错 谢谢啊 标准 他 这次实在不好意思 欠你的钱 我一定会还你的 我帮你 是因为我们见过 谢谢你的茶膏 茶膏 茶膏 那天你慷慨地送我茶膏 既然你有麻烦 我一定要帮你 可是两块茶膏 也不值这么多钱 我爹跟我说的 滴水之恩 当永泉相报 可是大家出来 挣的都是辛苦的血汗钱 你的钱呢 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的 但是你要给我点时间 好吧 如果你一定要还的话 那 那我每天来买你的茶膏 这样总可以了吧 我还有东西要还给你呢 你是不是丢了一块丝帕 但是不好意思 我今天 没想到会碰见你 所以没带在身上 下次还给你 你怎么了 那 那 没怎么了 思帕你什么时候还都可以 嗯 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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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一跑太快了 每天我都追着 现在练的腿脚比我都快 明天让他拉车吧 算了 老五 那我们的事情就说好了 明天开始呢 你来我这里领茶膏 直到还清你的钱为止 好啊 怎么了 没钱人钱了 你好 我叫老五 你好 你好 好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送我回茶园吧 别去茶园了 人家都说了 喂 不是 自我 你怎么要 看消息 还十分 你怎么能 知道吗 你 那你叫什么呢 你们 你们叫我二憨吧 二憨 是啊 名字好养活 好 二憨 那我们一言为定咯 明天开始 你要来拿茶糕哦 一言为定 好 你找谁啊 大少爷 找大少爷 少爷好 你消消 家里为什么多了 那么多新仆人 老的都被遣散回家了 真希望你能快点 嫁进我们家来 这样我就不会寂寞了 不认为这个人 你能不能先走 婚事 恐怕要耽搁一阵子 婆婆 你要是喜欢啊 我天天都过来陪你 只要你不嫌我烦 妈 明凯 怎么才回来啊 高先生 走了 走了 妈 你为什么要把家里的老仆人 自退了 我当是什么事儿了 那些老人 都是你父亲生前的人 你父亲一走 他们的心也跟着走了 又何必强了呢 再说 你既然是这个家的新主人了 一切都该是新的 我们一向对下人都很好 如果现在因为我这个新东家 而把那些老婆人辞退 我觉得 我觉得不太妥 人都已经走了 就算不妥也没办法挽回了 放心吧 他们都拿了双帝的工资 另外还有车马费 并没有亏待他们 你就别再为这小事操心了 婆婆 您这人一向以慈悲为怀 助助替别人着想 思儿真的很敬佩 你的嘴巴就是甜 我去告诉你爸妈 等谭伯伯的桑吉一买 我们就风风光光地去你进门 你就是个人 你不是还尽快 这人 inte 就像这人这样的优惠 你回不停 你会让怀孕 你说 你去 我这个 他要找怀孕 他要找怀孕 你会让怀孕 米卡 我们走 大小姐 别等了 或许秋朗哥不会回来了 我哥他不会言而无信的 可是这回 六爷都不敢确定 他会不会回来 那你告诉我 他到底去乌查镇干什么了 我回来了 哥 你回来了 回来了 秋朗哥 我去告诉六爷一声 好 刚才阿康还说 他们都认为你不会回来了 怎么会呢 我答应过你要回来的 就一定要回来 那你这次去乌查镇 都干什么了 我是 去奔丧的 谁的丧 一个长辈 秋朗 好 ほら 去 бы 就会 去乌查镇 去乌查镇 组组 你也不去乌查镇 了 九叔 房租钱 说好 都说了不用给了 你每天帮家里做这做那的 还贴钱买吃时 早就抵了租金了 那不行 说好了就得给 你可说好了 别让那母业上 又拿到赌场去了 我是管不了他呀 他也就还忌惮着你 对如意也不敢过分 要说这个呀 我们还真得谢谢你 你就是你给谢什么 老五啊 要是如意头顶上那天塌了 你顶得住吗 顶得住啊 那就是 那地上喀叭裂开了 我也给他抓住 这我就放心了 如意啊 给老五热点饭去 不用不用不用 我自己去 我自己去 爹 我明白您的意思 五热 爹对不起你啊 你的命不该这样 爹只能尽我的所能 给你找一个好的归宿 爹 你怎么老说您对不起我了 你怎么老说您对不起我了 短短几个月里 我送走了两位父亲 我知道 谭敌人病入高荒 但是没想到他走得那么快 他不是病死的 是猝死 猝死 谭老爷跟谭敌凯说 他有另外一个孩子 谭夫人非常紧张 当天夜里 就把谭老爷 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等第二天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尸体了 你现在知道 我说的没有半点许假了吧 你看 他连自己的丈夫都不放过了 你说他会放过你吗 好了 放心 我会好好保护你的 但是 是你养你的父母恩情 我看你只有来世在报了 不 我不要报来世的恩 我要报今生的仇 如果我不那么做的话 我没法面对 我死去的母亲 还有两位父亲的亡魂 你现在目前的状况 想要跟谭家来对抗你 没有任何条件 那你放心 过了今天以后 整个上海滩都知道 你高秋朗 是我叶海山的医子 自若送你的 不是 是一个姑娘掉下的 然后被我捡到了 我准备有机会的时候 还给她 赶紧叫大夫去还了吧 你的身份 不必做这种小事 也免得斯若心里不舒服 斯若为什么会心里面不舒服 她毕竟是 姜耀过门的媳妇 一个女人 一代于心意 为了一个男人 眼睛里是柔不得沙子的 更何况是一条丝帕 我从来没有说过要娶她 可你在我的肚子里 这门情绪就定下了 这是你们的决定 我根本就不爱斯若 不许你说这种话 你这样会伤了斯若 伤了咱们谭同两家 好几代的交情 你不再是个孩子了 你将是谭家的主人 你的一言一行 一举一动 都关系着谭家的基业和颜面 妈 我一定要娶一个 我真正爱的人 什么是爱 刻骨铭心 海枯石烂 你这话 让我觉得害怕 为什么 我说的不对吗 你真是生气 在这种地方 如果我一直在家 你不要脑 我也不能脑 你不要脑子 你不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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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 barbar 老师 va 老师 他叫早— 都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说你能不能穿得体面点啊 好歹也是个少冬家 少冬家跟穿什么 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 这叫门面 懂吗 我觉得这样挺舒服挺随意的 再说了 我暂时不想被别人知道 我少冬家这个身份 为什么 如果我要管理茶园 首先就要跟那些茶园们 平等 亲近 切实了解他们的想法 和需求 这就是你留牙回来的心得啊 瞅你们家这破规矩立的 采茶女哥哥蒙着脸 让我怎么找啊 你找谁啊 一个很普通的采茶女 请问你又喵上哪家的姑娘了 不是喵上 是爱情 是 是 是 童大少爷 九叔 我介绍一下 这位是 我跟班 那 您先忙着 我走了 九叔 今儿如意来了吗 来了 在那边干活呢 啊 哦 那您忙 来 你刚说你爱上的那位姑娘叫如意 猜对了 那她爱你吗 她不爱眼睛害你 四丫头 你听见我说话了没有 我不知道您为什么 突然当起了 佟少爷的说客 但是您跟佟少爷 都死了这份心吧 人家佟少爷 没点不好啊 你要是真跟了他 他也不会亏在你 更不会亏在咱们家 你要是嫁给了他 你和你爹 也就不用再这么辛苦了 我们虽然辛苦 但我们赚的是本份钱 佟少爷可是在乌茶镇 有名的活颜王 你别把他惹急了 可没有咱们好果子吃 您这么帮佟少爷说话 是不是拿了人家钱呀 我没有啊 我拿人家什么钱呀 我宁可嫁个 简简单单的男人 本分 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人了 哪有啊 不可能 那多少女人想巴结佟少爷 还巴结不上呢 你这可好 人家死去半年喜欢你 你 你肯定心里有人了 谁呀 你告诉我那人是谁 老五 就是老五 不是老五 那谁呀 到底谁呀 如意 你告诉你啊 那人到底是谁 那谁呀 你 你说呀 二汉 二汉总行了吧 二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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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位 谢谢各位 来参加这个参会 好 今天呢 我想借这个机会 跟各位慎重介绍一下 这位 这位就是我叶海山的义子 高秋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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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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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年轻人啊 初入这个江湖 什么规矩都不懂 各位 你们都是他的长辈 得替我多教教他啊 好帅啊 好帅啊 好 秋郎还年轻 以后要请各位叔叔伯伯 多多地提醒 虎父无犬子啊 您也还生的儿子 那从来跺跺脚 整个上海滩 那就颤起颤啊 冯爷 你抬举了 您抬举了 我准备 把水路码头这一摊生意啊 交给秋郎来处理 刚好在你冯爷的一抹三分店上 秋郎我就交给你了啊 好说好说 好 好 毕号的生意啊 是全靠六爷关照 以后就求高老板多多关照了啊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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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放心 六爷的规矩 就是我高秋郎的规矩 以后秋郎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请放心 来 我谢谢各位 好 我敬各位 各位辛苦了 来 喝口茶吧 你是先来的吧 我瞧瞧里面熟啊 你不是佟少爷的人吗 佟少爷让我来茶园帮忙 别提了 自大的老东家归了西啊 茶园就放了羊 很多人啊 三天打鱼 两天赛亡 这老东家呀 是咱们的天 你说这头顶上要是没了天 能踏实吗 也不知道这个少东家 到底是怎么样的人哪 羊派少爷呗 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哪像老东家 天天跟我们在一块儿 什么时候掐名 什么时候采茶 那都门清 我看那少爷呀 不一定灵 小伙子 我看着你面膳啊 是个好孩子 你叫什么名字 二汉 是我呀 我是如意 我